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七七八八,我是琪琪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在评论区推荐了我一部纪录片 我还没有看,但是已经下载好了 我想着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好,走走走,我去 你给他们把我抠过来 快走,快走 快走 没有火,你看看,咋的 是坏人 我还睡不着,一路看不着就看不着了 到四点就前来来,生日生日 家不就是地少吗?没有地 你没进去,家来,在那儿 杂瓜有这么几个雕签 我最起码带来死了年 我老婆找到跑没了,家人年多了 我有时候,其实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些人 因为,就是感觉上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说不好,到底是应该可怜他们呢? 还是觉得他们可悲 还是觉得他们是自找的 还是觉得他们是被政府坑害的 中国他来来回回两千多年了 那这些人兜兜转转,还过着一样的生活 长着一样的头脑,思维也从来没有变过 其实我之前就对这些 今天挣今天吃的这些工人们呢 有一点点了解 他们其实跟横店的那些等活的群也是有点像的 他们就在那等着 然后如果被选中了呢 那就有签证 如果没有被选中 那今天就没什么着落了 你看那楼里全跌倒的 好多人没有好干 看木工吧 我跟他聊一会儿 我叫他叫我来的 你是干什么木工 我叫当校的当校好不懂啊 在哪一行 可以的 但是他有电话 就是跟他聊一会儿 我先走 跟哪那些 跟他聊一会儿 他一定是国家 他国家叫你去 他留的号码 他不一定找你掏文价格 扛楼袋 扛垃圾的 叫炸火 一百多的 两百多的我都干 我不是去挑火 我不是上个月没挣的钱嘛 就我交那个一包嘛 还没交 不是三百八十块钱嘛 花的信息的要交嘛 一时真的不吃黄吧 还没交 我现在开花商少了 农民工现在看点火就少了 医保呢 退保人数在2022年的时候 已经退了2500多万了 那这些人难道是不想交吗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现在中国催医保 催的是非常非常紧的 就是拼命的让人去交 嗯 还是那句话 就是有时候想一下呢 是不是你的问题 别老总把眼睛盯在民众的 这撒瓜俩枣上 这个你啊 指的是政府啊 当然 还有就是 这个农民工大哥 他说的这个基建的问题 说现在开发商变少了 那这个基建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这个恶性循环要崩溃了嘛 那报应却不再启动这个循环的人身上 唉 他被封城的时候呢 有一些找不到活的老人 生活基本的成本就难以维系了 就是想做一锅大锅饭吧 然后他们找不到活的时候 就可以来吃一顿 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做了 拍一对等下我发碗 一开始的时候吃饭的人少 他们都有活干 一次就来十几个人 但是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最多的人是大概达到200多人 我说你们这个年纪了 都65了 68了 你们还出来干活 干嘛呢 他说挣点钱给老伴养老 你小孩子呢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负担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压力 小孩子的负担 当代年轻人 养活自己一个家庭 一家老小 已经是极限了 他们不是不参与 是拿不出来 这有点洗的 不管干活 上了一击 就上了一击坏了 露餐一饭 就难敲了 这个小伙子呢 是在做好事 但是我怕他很快 就会被政府抓走问话了 因为他在这不失呢 那政府的脸往哪搁呢 说好的已经全面脱贫了 那中国哪还能有 就是吃不上饭的人呢 那这位兄弟 他现在在这做这个 慈善的事情 善意的事情 这不是就在打这个中共的脸吗 就我去查几回我不查 我每天我不查了 我查就得六七倍七八倍 那怎么 你看到今天可以活吗 没有吧 这不够吃的 防复费都交不够 刚才凉一碗 我防复费还没交的 那小伙子给我拿块钱 我给我的钱 我给我的钱 去卖磨吃 还不敢吃好呢 吃好拿着狗吃的 你咋扔的啊 这时候 这时候动了 哎呀 它怎么凉啊 就凉啊 一到冷的 一到冷的 你给它吃的 太凉了 養生一年不太不好的 要年吃吧 我已经不知道是该说 这位大姐她是单纯还是傻了 就是 我看着她笑 我 我我我真笑不出来 你给人家吵 非要她光夏日 她说我走 我不要你了 这位大姐她说她拿出了二十多万来结婚 我猜啊 应该是因为大姐她说她拿出了二十多万来结婚 当时改革开放之后呢 中国她走入这个搭基建的这个发展路程 那么当时呢 因为这个搞得风生水起的 那这些工人她肯定是能挣到钱的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在深圳的朋友 她说过说 以前在深圳的这些农民工啊 不是什么活都干的 大多数人都特别的挑 像三五百的一般都没有人 像三五百呢大家都还兴趣缺缺的 然后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这种一二百都是一堆人哄强的一个状态了 就现在在深圳啊 然后也是就满大街的税 因为他们交不起房租 然后呢又赚不到钱 然后就在大街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直到有活了 然后可能才能有一个 今天就有地方住 他们就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可以说是 河飞其实有三个大的民工集散中心 单单这个路口而已 一个早上将近上千名的民工 普遍情况下 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偏大 都是在五十五岁以上 所以只能干一些苦力砸墙 开除 运垃圾 搞绿化 然后去工地 去工地还得是混进去 工地它有严格的规定 五十五岁以上的话 基本上都不要了 都不要愣 喝飞它是一个中部崛起非常快速的一个城市 这吸引了很多的劳动力 原来可能就是 就等活 去了 今天就能走掉 但是慢慢的 他们比如说一个工作 需要十个人 两百个人去 挣这十个人的活 导致这个工价也就加了越来越低 我给他打个第一期 我就知道了嘛 十二块钱 他家一天两百四 下午要挖一米多深 我家两百 两百我家气 他家打的胃 打的胃部要十几块钱嘛 我家去不知道吗 四拍楼里你喝得精的 我去嘛 我去啊 现在他又在找别人呢 我肯定把他挖的满意围织 对对对 他都满意围织 在我七十八年嘛 不在我七十八年嘛 我给他打 我给你讲 我给你打的 我打你打的 我还不想 今天下午去 我一个人 你去我去 是另外一个围织 对对对 去去去去 走走走 我一个人叫他男人 对对 你这个游子围织了 你还要换 我去 他就这么个大小 这儿 你上哪儿 你上哪儿 他就是个天爷 你上哪儿 他在那儿 他就 你妈我几些瓶子做了 你妈 酒后都不知道 什么呀 他叫你 他叫我 不是 我不让你去 他叫你 下次有个人 就叫他 他叫你 哈哈哈哈 你真的是拉贿两人 你回来去吧 你回来看起来 我太短了 哈哈哈 刚刚不是跟大家说 那个深圳的那个情况吗 就看来合肥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感觉全国应该都差不多 你看他刚刚还强的吧 他真要讲上来我就让他去 对啊 对吧 老板叫两个人怎么搞呢 你怎么强呢 我先弄一号那个吧 喂 我大姐好 我两个都下去 他从走了走了 不轮起来 你怎么感觉我还不轻 哈哈哈 你不轻易吧 哎呀老板讲 老板呢他讲他不厉害的 让我付的给你 老板不是我都认的 要得激动对吧 请让他们带我们一起啊 走吧 我们做这个大厨师 你拍的干啥 厨师 这个套饭 等于就给交饭 对吧 干这个活不能去交饭 这到底是哪位给我推荐的 真 这个纪录片到底是哪位给我推荐的 我一定要去再去翻一翻这个评论区啊 就是 你好狠的心 我真的不太明白就是人为什么有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苦 但就像我之前说的吧 就是我一想到这个中国朝鲜化要成真了 有无数的人都会这样受苦 我可能是比较感性 但是没有到那种圣母的那种程度 但是我就一想到中国要朝鲜化之后就是 那种程度的苦真的 我还是会真的很难受 就理论上啊 因为这个现代化的原因 所以对人民的控制 它肯定是比古代的时候要更强的 你看他们互相之间还会去推荐对方 就是让谁比较有力气 或者谁比较擅长什么 就是 而且呢这个场景就让我觉得就是那种 像是那个手里有活的大哥 就是你最好把手举起来啊 你你已经被人包围了 爸 你们被人包围了 妈 你们被她打了 妈 了 Fuk 从小吃不饱饭 到吃不饱饭了就开始干苦力 干完苦力就开始打工 打完工就老了 老了还得看 盖了那么多房子 但是没有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 我现在五十了 我还干五年 今次五年我要站着去 干着别的事 以后养老不成了 过来你们给走不了 之前说好的国家给你养老呢 现在怎么在哪 走一步选一步 走哪一步到哪一步 今天干电话全部是打混净头 我和我聊一聊都聊不动 不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十十岁就我手里还一个帅 爸爸你怎么不吃啊 我现在带着这个小孩就是我儿子的 老爸 我我又回你 没事 你没事 起来一会就算 我 那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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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跟他带一会儿 你都不好来过 来一会儿看 你给我上了 滚 我现在还得好好的活着 我见了还有一个女儿上约 她得干十年 所以为什么要生孩子 救命啊 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之前还有朋友 就在我这期视频里面的时候 还质疑我说那个比喻 就是说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人 就是上到山顶之后 才建议大家生孩子 说有时候半山药的风景就很不错呀 然后呢 就真心很喜欢小孩 然后很爱自己的孩子 不也很好吗 半山药的风景是不错 但是呢 如果从山顶滚下来一个大石头的话 那么就会被砸得粉身碎骨 当然了 视频里的这些人 他是山底的 那他们生了孩子之后呢 根本就没有时间 也没有任何的能力 去教养这些小孩 像是最后的这个18岁的这个少年 他正是身强体壮的时候 然后呢 他的父亲如此的辛苦 他还在心安理得的肯老吗这是 一个人只有上到了山顶之后 他才有时间 并且你也有能力 才能去教养你的孩子 才能有钱给他呢 安稳的生活 和好的未来 不用呢 他去拼尽全力 就像李湘 他对自己女儿的期望是什么 是希望他女儿呢 找到他喜欢的地方 然后呢 过他喜欢的生活 山底的父母 我们就不说了 就半山腰上的父母 他们有能力 给他的孩子这个承诺吗 就生活的苦呀 生存的苦 就半山腰和山底的人 都还没有吃够 对吗 就还一定要让自己的下一代来吃 感谢观看